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姐 咱们今天真的要解周军的梁吗 会不会有点太嚣张啊 只要有饭食 这天王老子的梁我都照结不误 再说了 趁着这次周军要梁到 是天上头七还不该解 要不然靠着这鱼梁 越违都成不误 小姐你真有头脑 您不当债主简直吹材了 说的我想当子的 我叫月颖 本是21世纪一家公司的老总 今年28岁刚订婚 男朋友是我的合伙人 人还长得蛮帅的 对我也很好 然而在我生日这一天 我却得知她劈腿了我最好的闺蜜 还逼迫我欠股权转让合同 我不可 就被推下了楼梯 怪我遇人不输 识人不亲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谈一场真正的恋爱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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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终于醒了 我认怎么了 您真是 堂堂债主还非要亲自打脸 我们都以为你掉下山牙再不行了呢 你说我 我 我是债主 小姐 你不用刷蜜蜜了吧 咱们十牛栈可都指着您的脑子发家致富啊 你要是出了事 我们该怎么办 真的那是穿越了 哎 小姐 怎么就来一个人 啊 去看看 站住 此桥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从此路过 留下买路财 你这山匪好大胆子 知道我是谁吗 不就是个朝廷玉良的吗 嚣张什么 识相的 赶紧把凉椒出来 就是知道有你们这帮山匪啊 我才来前面探路 哼 就凭你 我可是朝廷玉良的赤头 你要敢动我 别说粮草 你们这群山匪的人头都保不住 那边看你的本事 少爷 大胆女匪 我们铁家的粮你也敢结 我们家就说了 天王老子的粮 我照结服 住手 小姐 姊妹 你真是的 这么好看小哥哥 你怎么能对人家如此无理呢 小姐 咱们再打尽 敢问小将军孙名啊 本将信铁名义 乃忠义侯之孙 珍惜大将军之子 也好教你死个明白 既然小将军说得如此详细 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 我 石牛寨寨主 月银 大家相识一场 交个朋友怎么样 呸 我铁家全能以你这种小小贼寇为伍 行 那咱俩比试比试 要是我赢了 你就跟我回山寨玩几天 好 你这就死 有两下子吗 不过你这贱 还是跟你这人一样 还没断奶吧 没转叉叉叉叉 老公说 我早就断奶了 呸 你这雕白女粉 喜欢混淆也究竟很 要想杀我那笔直术 何必如此羞辱我 帅哥此言诈矣 毕竟像你这么好看小哥哥 我怎么忍心杀你呢 我的心意 你还不知吗 不知 你还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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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可爱了吧 我还从未见过 像你这么可爱的男孩子呢 不知羞耻 小哥可别生气嘛 我只是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只要你愿意永远 跟我在一起 以后 你们铁家人 从这儿随便过 你休想 少女小心 小心 小姐 小姐好像救你 你却如此伤他 嗯 你 你为什么不躲 刚才我对你放案件 我只是想帮你 你们走吧 小姐 可是他们 算了 让我走吧 告诉我 你 这时候 你再回去了 这时候 我 还是 绸枝 是 救命救命 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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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救命救命 救命救命 住手 谢谢你救命之人 都是大舟子民 不必也行 别捐受你 教育救我 还不如不救 此话再讲 我家被人瞧见了身子 实在无言尽如 说信仰贼寇的无尊不笔 但你总不能一直护着我 与其这样 我还不如去死 你先松开吧 我会想办法安置好你吗 秋军若不嫌弃 想你只会坐铃坐马 生生事奉所用 少爷你怎么没回去修 为什么 我刚想起来对我啊你走了 谢谢你等一下 姑娘 我乃行军之人 伤痛不变怠如此 这个给你 找我好 等不等 对 居下愧对公主 是卑鄙无能 没能趁她大意识 让她去坐 罢了 本公主念你折服有功 就不追究你责任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来点应用了 公主主角放心 属下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了 很好 抓到人之后 你验见没信 我派人赶过去 都抓到了铁地 我倒要看 铁家的寡妇们 还坐不坐得住 小姐 你 你为什么不躲啊 刚才有人对你放案件 我只是想帮你 你们走吧 小姐 可是他们 算了 那他们走吧 谢杰 快掌灯 谢杰 少爷 你就在这躲着 掌灯 让我说 素闻你们铁家匠 都是虎胆雄威 即日一见 居然还怕黑 真是连我们西融国的一个草民都不如啊 啊 你胡说 西融人只会趁黑抽血 有本事 找个明朗地方鄙视一场 可你将不取出你的狗命 嘿 好 那就看你本身了吧 哈 哈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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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们西荣人好生卑鄙 竞容如此卑劣手段 有本事 光明正拿了比ались一场 兵型轨迹 你那头没听说过吗 相比铁府的那些个寡妇 你比他们毛嫩多了 若不是看在我家小姐 对你兴趣的份上 我早就把你脑袋给砍下了喂狗了 爸爸 你就在里面好好待着 过会儿我家小姐来了 更有你好受的啊 我们铁家从不走虚弱人的父母 爷爷如此 爹爹如此 我也如此 只是 我太见不到她了 哈喽 又姐妹啦 听说你们在附近扎营 我就想过来找你 结果正巧碰见 你追着信任人出来了 你说你就是你两次 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我 我 我又没求让你救我 你这小子怎么那么不适合待 要不是我 你可就落入虚弱人的手里了 哦 那 谢谢你 什么 大点事我听不见 快想办法救我出去 那你可得好好求求我 你休想 我们铁家从不求人 你爱救不救 本将 本将自有办法 这就是你求人态度 行 那你就给我站在里面过年吧 我可走了 那你走好了 哎不许走给我回来 这让我走的是你 不让我走的也是你 那我是走呢 还是不走啊 你别走 我 我怕黑 唐能将军居然怕黑 这是小举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到关上了 你不用在这里扎业银 那你这意思是怪我咯 就是怪你 你说你们这帮人 怎么就不想着报效朝廷呢 非得占山为王为妃作胆 况且你还是个姑娘 姑娘怎么了 学学蜘蛛打理三中四的都不好吗 非得做土匪 真是不知羞耻 你 你 你就看我乱在里面好了 别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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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不是要救我出去吗 怎么自己也下来了 你还好意思说 我真是倒大霉了 现在连自己也出不去了 我说了 我又没让你救我 我自己也能出去 是是是 你最厉害 你可是终于猴子说了 哎我说 你这人怎么不知感恩呢 要不是我救你啊 你早就被那西容斌杀死了 我要不是为了救你 我会被他拿住吗 哼 你也真是的 他明明就是为了 他明明就是为了 他明明就是为了隐隐上当 你还非死去他不放 这下好了 这荒郊野外的 咱们只能在这儿等死了 想当年 爹爹和爷爷 乱当西容熊兵百万 可我却连一个都防不过 看来奶奶说得对 我果然还是太年轻了 你也别这么说 其实你已经很厉害了 那么年轻就能上战场了 你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 废亲们来讲 你这精神小伙已经很强了 精神小伙 啊 就是很聪明很帅气的意思 其实 我总觉得 你和精神那些女子有所不同 哪里不同了 我说不上 反正哪哪都不同 那你 喜欢我吗 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在说些什么呀 你是不是喜欢我 疼 疼吗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其实 自从上次一别过后 不知道怎么的 我就开始突然想你 不知道怎么 脑子就突然冒出你了 我知道你是女匪 但是 我还是忍不住想你 我想 跟你成心 那 那你能给我生儿子吗 生儿子 对啊 自从上次索阳关之战后 我就是铁家唯一的男丁 所以 我要生很多很多儿子 要给铁家延后呀 这样 才能找西游人报仇 那你是铁家的种马咯 什么是种马 没什么 成亲可以 但是 生儿子能不能让我考虑考虑 不行 你必须给我生 我俩都那样了 哪样啦 就 就 我俩都已经亲上来了 我不管 你这人怎么那么霸道啊 行行行 生儿子 生儿子就生儿子 此日不壮日 要不 今天生儿子好不好 啊 少爷 少爷 您在哪 您在哪 哪小姐 小姐 小姐 您在哪 啊 小姐 好像是青梅 小姐 小老师 人家呢 我们在这儿呢 快叫我们出去 我们在这儿呢 哎呀妈呀 这画面 太刺激了 刺激 小姐出什么事了吗 呀 小姐 今天白日你们干嘛呢 你背什么话 还不快叫我们上去 谢姐 你昨晚上去哪儿了 我叫你没听见吗 你怎么和她在一起 少爷 我昨晚睡得沉 听到房间里响动就过去了 您已经追着西容院去了 然后就遇到月姑娘的人 说是也在找月姑娘 就索性一起了 你自小侍捧我左右 况且有俊雾在身 怎能如此出乎待命 跟我回去领三人军棍 哎呀你这人 你知不知道她昨天晚上我来找你 脚都磨住泡了 身上还带着伤 你还这么苛责她 有本事搬也别出去呀 我管我的人 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银儿 你也该管管你的下人 如此无力 铁燕 我从来没有把前面当做过下人 再说了 铁燕找你已经够辛苦了 别罚她了 大概都是平等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人生来就尊备有 你这心理思想就很有问题 你怎么能 说得我错了 我刚愿回复书法 请不要为了这个事 商务您和月姑娘和气 铁燕 你看了人家 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不喜欢你了 别别别 你别生气啊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不罚她就是了 看来这小姐说话鬼了 你少说两句也会死的 少爷呢 说我不早了 咱们该回了 我该回去押送粮草了 忽然关上该吃紧了 我最近好好养伤 切莫再动筋骨了 好好好 不过 我可以跟你一块去吗 此夕路途遥远 西容人出没各处 跟着我很危险 等我孕娘回来 定和你澄清 那你可得说话生处 这是我家团的玉佩 是我祖辈 从西容的廊头山上夺来的 说是能忽然安康 我从小就待在身上 我感觉挺灵验的 送给你了 将来留给咱们儿子 好了好了 送个多人呢 羞不羞啊你 颖儿 我能不能 怎么了 我想 我想 心里还讨厌 你说我该穿些什么呢 这总不能让他看到我一身女常人那样子吧 七美 你下山去给我置办几条衣服 这皮肤好像也该保养保养了 这就越来越差了 你顺便给我置办几条腌制水粉 用面膜就好了 走到多时去 小姐 您平常不是不爱穿纸粉用衣裳的吗 怎么现在又突然变了 事为知己则死了 女为悦己者容 只要我家音音喜欢 我什么样的想 什么表情啊 不知道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吗 你说 他送了我给玉佩 我只是送了他一个发带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 那我总该送过些什么吧 要不 我也送个玉佩 不行不行不行 太素质了 但是要不 是那个香蓝 感觉又轻薄了些啊 要不把寨子也送给他吧 老板倒是他的 大 大伯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回来 这山寨 怕上马是信信铁了吧 你们都知道了 你那些事 连山下人都知道 我能不知道 我 我们岳家和铁家是世仇 当年 要不是他们铁家 你爹也不至于带人 盘踞在这石牛山上 他立下的第一条债规 就是不许和铁家和朝廷 再有任何瓜葛 大伯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但是我是真的开上铁意了 而且 他也说过 他要娶我 所以我也一定要二条到底 你你真是胡闹 青梅 好好给我看住小姐 让小姐在这好好冷静冷静 青梅 给我出来 我自己 Ohhehe 你来 谁 岳姑娘出事了 怎么了 她被信物人抓了 人在南山 不可能 原来是有功夫的 上面还说什么呢 他们说 若是不把布房图给交给他们 就把岳姑娘和玉佩 这布房图乃是我铁家世代守护的支帕 或是把她送给她 那好把大招拱手相送有什么区别 可是隐儿她 先是陷阱 后是我们家 他们太下座了 少爷 此事不妨请老太太定夺 你若冒人前去 中了他们的陷阱怎么办 当年祖辈和爹爹证收索阳关 护了数万百姓平安 我若连自己心愿的人都救不了 我还算什么男子汉 即便这是一个圈套 区区几个小罪扣 我铁家军有何畏惧 我就不信 没有这图 我还救不了人了 少爷 帝柔人叫华 你要去了 定会让你有去无回 还是要三思啊 替我松开 愿意出事了我怎么办 你出事了老夫人怎么办 喜极 我见将领在身 你就该听我号令 你是我的随从 我要的是你的服从 而不是质疑 我救我们的女人 你有什么资格恨当阻拦 少爷 岳姑娘肯定要救我 可我们现在既要押送粮草 又要救人 兵分两路 必然凶险 姿势体大 她们不见徒 也不会放人 说不定在岳姑娘的面都见不到 此事 还是需要老夫人与少爷一同定夺 想一个万全之策 西柔人不见徒 也不会对岳姑娘怎么样 可老太太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你也不想因此 让老太太 对岳姑娘有成见 对吧 也对 那都依你所言 速去速回 好 知道了 啊 行三条 找铁卫二人 随我去南山 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观呢 我倒是要看看 对铁家来说 是这不防图重要 还是孙子重要 你们凶人好卑鄙 带我出去踏平你们西游王庭 那我只好让你的双腿安分一点 波波 波波 都禁止有证明 宁儿 我想了 这两年你变得厉害了 越来越像你的爹 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心思 认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听青梅说了你们俩的事 我也不好多说什么 铁家难得出了这种 连命和脑子都可以不要的主 你们就好自为之吧 谢谢大伯承权 大伯 我怎么感觉 这话像是在骂人啊 自信点 不用感觉 我就是在骂人 宁儿 铁家的规矩多 你去了以后 要好好照顾自己 千万别任性了啊 大伯 我知道了 那我就走了 公主 属下查了 解走姓铁的和姓月的 是石牛寨大大家冯情山 哼 又是石牛寨的人 坏我好事 既然如此 那就先拿石牛寨的人开刀 你解我心头之恨 是 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要是你 千千女子 竟然是个西龙狗贼 你是铁翼身边的人 是有贼 你们也真是宝贝 天天想着拿少爷威胁铁家 要不防徒 今日我就以牙还牙 抓了你个西龙公主 看看西龙人 什么犯 你们可真是被铁家的人 惯坏 还真以为自己 无公天下无敌 盖世无双吗 什么 好 好 那我们就光明正大地打一场 就凭你 凭铁家之人 还对付不了你一个小费寇 铁家人 你只不过是凭铁家驱使的牛才罢了 你 文文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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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文 优优 你修寇又有 狼门印记 所以 不可能 你绝不可能 你骗我 你肯定是在骗我 你小子别不吃好歹 你知不知道凭着这个棒的西容都得听你的 别白费力气了 就算你去得掉西容印记 你去得掉你骨子里的西容血吗 不 我要回复这老夫人 我从小在铁部长大 他一定知道我的身世 铁家与西容有不共在天之仇 他们若是知道了自己府上的奴才 是个西容人 那会如何呢 既然你我有缘同足 不如 你帮保守我 我兴许 还能永远帮你保守这个命 你想怎么样 只要你能帮我顺利进入铁家 又拿到不防图 我就会帮你保守你的身世 这不可能 不防图与老夫人亲自看 我怎么帮你 想办法吗 你要是不帮我 可就不要怪我 又不小心说漏嘴呢 你敢 铁家和西容有不共带天之仇 你若暴露我 你也完蛋了 所以说呀 我们是一条手上的卖 只要你配合我 我 都可以相安 你 你想怎样 我要做铁家的孙媳妇 好 你答应 当我有一个条件 你不能伤害月骨 好说好说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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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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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 què 着